地公廟前阿伯坐著休息 突然一名陌生男子上前攀談 但講沒兩句卻突然吵了起來 接著爆發肢體衝突 兩人徒手互毆 場面失控 花彩剛說完 回憶男子隨手拿起塑膠花瓶狠狠砸向阿伯 再把他推倒在地 接著朝頭部攻擊 連花瓶整個都被敲碎了 阿伯試圖想要爬起身 但男子還不罷休 又從籃子裡拿起酒瓶 從後方狂砸 現場氣氛火爆 嫌犯最後騎腳踏車揚場而去 火爆動作的場面 就發生在11號一早7點多 台中風源廟口前 阿伯公辰根本就不認識對方 卻無故遭到挑釁 被打到頭破血流 還好阿伯送醫之後沒有大礙 而男子光天化日之下 在廟前毆打長輩 誇張行進全都錄 讓他想賴也賴不掉 金新聞台中 趙敬林 台中報導 想看更多精采新聞內容 請訂閱按讚 靜新聞 並開啟小鈴鐺 接收最新影片通知